那麼我們今天 主題是防疫的真面目 那其實我覺得最近以來 我覺得臺灣已經開始 籠罩一個很緊張的氣氛 那大家每天好像皮都很暗 然後到下午兩點的時候 都很關心說到底會出現 有多少本土的確診病例 那到底這個疫情 有沒有被擴散出去 所以其實已經有很多的活動 都改變了 可不可以請這個志偉 跟大家講一下說 到目前我們的疫情的狀態是如何 我覺得因為像如果我們講說 最近公佈的本土病例 到我們錄影今天還沒有開記者會 是已經有十個了 那現在很確定就是桃園 因為這個醫院 無力桃園醫院所造成的 本土病例 那當然就是說就是現在看起來 就是比較讓人家擔心的是 現在要匡列嘛 就是那個護理師的老公 他女兒 他們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那其實因為很多網友在講說 他們去的地方 你把他匡列起來是桃園的蛋黃區 因為都去一些民店嘛 有蚵仔麵線啦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很多人氣的民店 對 所以對現在的這些住在桃園的人 來講很恐慌 你知道甚至還有網友在講說桃園應該要封城 所以其實現在 還不至於啦 還不至於啦 因為我有問一些醫生朋友 那所以現在整個情況看起來就是院內感染是必然的了 那會不會造成更進一步的社區感染 這個是現在要被觀察 對不起 我這個要簡單講 因為我因為做節目的關係 有問醫師 醫師說 封院的標準是什麼呢 不是封院 對不起 封城的標準 封城的標準就是說 已經有某種程度的人數的感染 對 然後這個感染的人呢 你追不到足跡了 追不到這個根源 追不到源頭了 所以你必須要用封的方式 才有辦法控制疫情 對 那現在都OK的 現在都OK的 那有一個護理師 在布立桃園醫院的護理師 他老公五十幾歲 然後他就是案 八六四 護理師是八六三 對 我是說他老公 老公八六四 他女兒八六五 那這個因為護理師呢 可能傳染給他的先生了 也傳染給他女兒了 所以他女兒跟他這個先生的足跡 就很重要 對 所以他先生就是八六四 八六四有說一月十二號 他這個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五點 在廣德海鮮餐廳吃飯 這個是在桃園的中埔二階 那我看到之後我就知道 這間因為太好吃了 你覺得餐廳吃五點 沒有 不可能 不然就是好朋友在那邊一直喝酒 他可能有包括他等的時間 吃一餐吃到五個小時 所以一個時間五個小時很少見 可能去等位置或什麼的 一餐吃五點 對啊 一餐吃五點 這樣子 他是有去 但是沒有吃到五個小時 因為後面的就沒有講了 好 那麼這個八六四 我想他必須要交代 因為老實講 因為他手機的行蹤 其實我們好像電位 都可以定位得出來 因為我記得那個什麼 紐西蘭那個機師來都不講 對啊 我們就是有一個 跟警方有一個計畫 就是你什麼時候在這裡 然後這裡 因為你行蹤在這裡 那你為什麼這個在這裡 然後他才慢慢交代 因為只要你的手機 是有網路的狀態之下 或是你有撥打 那個不一定你要在線 就是說你當下 你只要開著就可以追蹤了 他就可以追蹤你了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有些人會認為說 我沒有打電話 我也沒有傳訊息 你怎麼可以追蹤得到我 但是有網路嘛 那個紐西蘭那個機師 我們其實應該要有記者 去追他 因為第一個他被開除了 第二個他老婆不曉得 知不知道他在臺灣 整個事情 回去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突然退休了 其實他們在做疫調的時候 我上次有聽到那個指揮中心 有提到就是說 他們有時候 因為你是一個追溯的一個狀況 我們不見得會記得 前幾天或甚至一個禮拜前 發生什麼事去了哪裡 他們那一次紐西蘭機師 花了很大力氣去做這個行蹤調查 就是因為他不講 他不講 那他們就會有幾個方法 比方說他從他的 他說我們故意種上他的 發票啦 或是一些什麼信用卡的資料 銀行那邊有資料 然後再來要對照是這個警察的 這個監視器去調閱 沿路上去調閱 那個確實是要花很大人力 跟時間 對 所以就是你不要以為 你的衣食隱瞞 是不會被發現的 其實這個都是後續 但這個我們損失到的 就是在這個空窗期中間 有多少人被散佈出去 而且查到以後發現兩支手機在一起 紐西蘭的機師 而且手機跟手機的面還對在一起 最好可以厲害到這種 鏡頭跟鏡頭在一起 聽話有這麼厲害 OK 好 那我們再看他的行蹤 這裡他是跟太太一起去南門市場 去南門市場 兩個人一起 其實就只有去四十五分鐘 對不對 那兩個人又去了 一月十六又去了 南門市場 這一次也是一樣 去了五十五分鐘 跟太太就五十五分鐘 應該就是買東西吧 買東西 對 可是呢 他一個人去一品金湯 豆漿網吃早餐 早上七點吃到十點 你如果是港式飲茶 還有機會 港式飲茶大家坐在那邊喝茶 你七點就去吃港式飲茶 港式飲茶有的有開 你要看他年紀 就是有些人就是年紀很大的時候 吃早餐可能就坐在那邊 就不站起來了 然後一邊看報紙 我覺得這個很難吧 因為如果是這家店 他通常會希望有那個換桌率 怎麼會希望有一個人 就坐在那邊吃早餐 通常店家就算一個小時好了 他第二個小時 店家也會給他一點顏色吧 不太可能坐那麼久吧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是 醫院還是警方 衛生署公佈的一個資訊 指揮中心公佈的 就是都不會問他說 這三個小時在那邊合理嗎 就給他公佈出來 因為我們得相信他 不然怎麼辦 他第一時間一定要先講 是啊 講啊 然後才可以做消毒什麼時候 假設是錯的 他也還有可以應變的部分 因為這樣聽起來感覺不合理 還是要再追溯 還是要再明確一點 阿德有沒有吃過早餐三小時的 有 我常常 在哪兒 我在很多 我在很多咖啡店或餐廳 就是會坐很久 因為我通常會找一些 可以坐下來寫東西 吃東西的地方 就是我不想說吃完再去移到一個地方 我就不喜歡這樣 因為豆漿店比較難這樣做 咖啡店 其他很多餐廳都有 所以他如果是去那邊吃 然後看報紙 然後順便看一下股票 其實三個小時是很快就過去了 只是在那樣子的一個 早餐店有很多種 你不要說中式了 中式真的是人很多很吵 其實你在那個地方沒辦法安靜幹嘛 看看報紙吃完早餐就走人了 但是西市的有些早午餐 你可以在那邊坐久一點 但是七點其實是生意最好的時候 剛剛黃醫師講的沒錯 那個轉單率 就是轉座率 就是你一直坐在那邊不走 有客人要坐 除非是大家都是外帶 他不會趕你 他的工作是什麼 他的職業是什麼 職業沒有透露 我印象中他好像是輔導老師 收容所的輔導老師 對 那現在就是那個收容所 他們應對也是說 請這個老師後續的部分 因為他們如果要在那邊 跟他面談什麼都是密閉空間 一對一張 所以現在都改成視訊 所以我覺得在早餐店三個小時 假設他是有在那裡工作 不要帶個notebook什麼 還有道理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 一坐他的老師差不多 也是也會坐個三四個小時 這是合理 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很多的大醫院 帶頭就胎大醫院 帶頭已經有不一樣的 看病的規定了 比以前更嚴格 那事實上很多的活動 也都停止了 也就是說臺灣已經進入一個 高度警戒的狀態了